即使新闻综合报道,练同匹的议题一直是世人所关心的问题,然而现在科学家看到手的这些特征就能找到人了。 根据BBC中文网报道,苏格兰邓地大学,University of Dundee,解剖和法医人类学系的布莱克教授,Professor Zublak,研究出一种辨识罪犯的方法。 他最先看的是静脉纹,没有两组静脉结构是相同的,即使一个人的左右手也会有不同的静脉纹。 除了看静脉纹,雀斑和色素沉积区域,疤痕,指关节皮肤处的折皱,半月牙这些手部无一样特征,都是科学家主要看练同匹身份的确认方式。 报道指出,胎记、致汗、雀斑这些色素沉积能提供线索,非手术疤痕在皮肤上有各自不同的着色或纹理,而指关节皮肤处的折皱也是独特的,没有人完全相似。 布莱克教授也相当关注半月牙,他曾从嫌疑犯拇指上的一个不规则的月牙形状找出一名嫌犯,并将其定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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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